不是会员冲不起 而是完结文更具性价比 小谷提醒您连好WiFi 正文开始 我和柳如嫣结婚七年 最终敌不过七年之痒 离婚时 柳如嫣带走了聪明漂亮的女儿 而我带着体弱多病的儿子 三十年后 女儿跟小混混私奔死在异国他乡 而儿子成为上市公司高管 柳如嫣上门要求儿子养老 被儿子儿媳用扫把打了出去 柳如嫣怀恨在心 认定是我从中作梗 开拖拉机将我撞死 再睁眼 我们回到了离婚的前一天 重生而来的柳如嫣说 儿子跟我 女儿跟你 你要是不同意 这婚咱就别想离了 我淡定签字 带着女儿离开 柳如嫣哪里能知道 将一个体弱多病的废柴培养成 社会精英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呢 她哪里又能想到 这个儿子跟她一模一样 是调养不熟的白眼狼呢 小姨天生残疾 需要很多关爱 作为母亲 不能让小姨跟你过苦日子 离婚可以 小姨归我 小姨身体这个情况 后续肯定要花钱治疗 为了儿子好 你净身出户吧 你要是不同意 这婚咱就别理了 柳如嫣的声音 环绕在我的耳畔 好一会儿 我才意识到 不光自己重生了 柳如嫣也重生了 所以她才一改从前的选择 和我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爸爸 你不会赚钱 跟着你我只能吃苦 你又丑又胖 天天在家做家务 简直一无是处 在结婚也不会找到 妈妈这样条件的 为了我好 你放弃和妈妈争我吧 看着面前和柳如嫣 站在统一战线的儿子 一腾成 我眼眶微微一挤 前世 儿子跟今日一样 想跟着有钱有房的妈妈 并不想跟着 做了家庭主妇十几年的我 即便这个妈妈出了鬼 即便这个妈妈冷漠无情 无比嫌弃她 即便当初是我一把食一把尿 整宿整宿不睡觉 将儿子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儿子依旧没有惦记我丁点的好 只惦记了柳如嫣 有一套房子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所以一无反顾 要跟柳如嫣走 还是柳如嫣反复侮辱 一腾成弱智残疾 一腾成才不情不愿跟了我 反观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女儿小小 自始至终都站在我的身边 女儿挽着我的手 态度非常的坚决 爸爸 妈妈既然这么喜欢弟弟 弟弟也这么喜欢妈妈 就成全他们好了 那我跟着爸爸 爸爸没钱没关系 我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挣钱 做爸爸一辈子的小棉袄 我眼眶发热 抱紧了女儿 多好的孩子啊 当初就是我的一念之差 让女儿落入了柳如嫣这个虎口 上一世 柳如嫣离婚后不久 就因腐败被下岗 柳如嫣大手大脚惯了 没钱了就卖车 卖车钱不够花就卖房 卖房的钱也花完了 竟然还让女儿辍学去夜店上班养她 没有得到过父亲呵护的女孩子 被小混混三两句话骗到了棉北 客死一乡 一小小 你想清楚了 咱这个爸爸没盯点能挣钱的本事不说 还喜欢贪小便宜 喜欢咱纸箱这种东西 真是让我觉得丢脸 你要是跟了他 我看你们可以一起去捡纸箱 翻垃圾桶 儿子指责我的话毫不留情 女儿挡在我的面前 回应道 爸爸攒纸箱是为了给楼下那个老爷爷 那个老爷爷自己一个人住多可怜啊 爸爸这是有爱心 说到这 你才是真让我觉得丢人 拿着打针吃药的钱去充值王者农药 拿着补习费和文具费买奶茶追女生 别人女生都不理你 儿子被女儿两三句话说得面色涨红 女儿还想继续对 被柳如烟打断了 小丫头骗子 女儿被亲妈呵斥 紧紧咬住了唇瓣 快要哭泣 我将女儿拉到了身后 迅速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并且在那份晋身出户的合同上附加了一条 我与女儿将和这对母子没有任何瓜葛 是死是活 是穷是富 是上流是下流 此后只是陌生人 柳如烟觉得伊藤城是潜力的 是神童 是天才 现在的无知愚昧蠢顿 只因为她是的男孩子 总是晚 开化的晚 但凡等儿子再长大一点 她聪慧的一面便会显现出来 柳如烟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不过是被下岗 不过是没了房子车子 不过是浪荡玩耍被人戳几辆 那又如何呢 她拥有了所属于自己的最大宝荡 她的宝贝儿子伊藤城 未来会成为社会精英 会给她买大房子大别墅 给她点十个八个男模 说不定还会给她高额的养老金去包养小明星 她哪里能想到 上一世我即便不被她开车撞死 也会因为儿子不给钱治病死亡呢 伊藤城和柳如烟不光长得像 就连自私自利刻薄的性子也如出一辙 柳如烟不会理解伊藤城一双残疾的双腿 是靠着我四处求医 是靠着我日夜给她按摩 是靠着我宁愿饿着肚子 也要给她最好最舒适的环境才得以痊愈的 她也不会理解愚钝纯笨的伊藤城 是靠着我反复啃嚼课本亲自给她补习 是靠着我无时无刻兼职工作 为她请老师教学的结果 她更无法想象未来她的日子能有多惨 爸爸 这可是爷爷临终前送给你的金手表 你怎么能卖掉 女儿拦住了我想要点当金手表的手 爸爸 我说了 我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咱们日子可以过得很好 我望着女儿 满目的心疼 傻孩子啊 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怎么能学得好呢 我握住了女儿的手 语众心长道 你不准打工 想要赚钱就给我好好读书拿全额奖学金 想要改善生活就去参加奥赛 去参加物理竞赛拿奖金 打工的事 我自然也舍不得我的孩子吃苦 一时间 女儿泪流满面 也是那天起 本就学习优异的女儿 越发刻苦用功了 她将我的话听了进去 参加奥数 参加竞赛 获奖的路程是艰难的 但荣誉在身时 却又是那样令人骄傲的 女儿期末考了全校第一名 家长会上 班主任尤其点了我和女儿的名字 还让我分享教育经验 对于教育经验 我有很多 且都来自于上一世伊藤城的懒惰愚昧 我知道怎么帮一个差生提高分数 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将一个品行差的学生 变成人品优异的学生 所以那天 我是这样回答的 分数并非决定一个人高低贵贱的标准 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里各有所长 只要他阳光开朗 只要愿意助人为乐 不成为这个社会的拖累 没有伤害任何人或是 那么 这就可以是一位高分孩子 小小在我心中是满分女儿 但和他考试拿到了满分无关 他会在闲暇的时候 帮买地摊的爸爸照开生意 他不在意父亲的贫穷困苦 而在让他的父亲 站在了家长会的演讲台上 的确 分数很重要 但一个品质优良 体贴父母 有爱同学的孩子 或许更值得我们做家长的珍惜 上一世 一无所长的我 只能靠摆地摊赚钱 学校门口人流量最大 我上下学的时候忙得不可开交 一腾成和同学一起 从学校出来吃地摊的时候 他都会避开我的摊位 即便同学跟他说 我做的小吃味道一绝 一腾成也只会一脸咸污地给我泼脏水 我看到那个男人刚上厕所 都没洗手 还不戴手套 你还要吃吗 那个男人又脏又乱 白天摆地摊 晚上还去小巷子那边 你怕不怕得病 于是我原本干的如火如荼的生意 被一腾成脚黄 而只能选择薪资更低 工作强度更大的流水线工作 给他的零花钱少了 会被他抱怨 管学习太紧 他恨不得跟我动手 想起过去的苦难 我只觉得自己 现在过着天堂一般的日子 女儿会体谅我工作辛苦 不去强求名牌鞋子和衣服 他明白我们父女两个荣辱与共 还会招呼同学过来光顾我的生意 甚至于他鼓励我赞美我 让婚姻失败的我 也感受到了温暖 我怎么会有这么能干的爸爸呀 同学们都可羡慕 我有一个做饭好好吃的爸爸 爸爸 父亲节快乐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 爸爸不会这么辛苦 我爱你爸爸 我被大家热情地称呼为小小爸 有人会觉得 我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会觉得我因为成为了小小爸而没了自我 可如果不是小小身上的光芒照耀到了我的身上 我又如何能够站在阳光下呢 我是小小爸 我自豪 小小爸 您将小小教育得很好 但小一作为小小的龙凤胎弟弟 数次考试都不尽人意 班主任给我打电话时 满腔无奈 他知道我离婚的事情 就一直都没有跟我说伊藤诚的事 只是他在反复给柳如烟讲述 伊藤诚在校情况却没有被重视的时候 他仍旧不想放弃自己的学生 我听学生说 小一经常偷偷去熬夜泡吧 现在小一的身体状态肉眼可见越来越差 有的时候他还对班上女生做一些不尊重行为 再这样下去 伊藤诚怕是连植高都考不上 伊藤诚会怎么样 已经和我无关了 只是在父亲最原始的趋势下 我还是会有意无意关注到伊藤诚 我看到他一天比一天胖 我看到他脸上布满青春痘 我看到他本就残疾的腿脚也更薄了 有一次放学 我特意没去摆摊 而是跟了伊藤诚一路 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 劝他别再沉沦堕落 倒是我没想到 他放了学之后一路小跑 若不是他又脚薄了 我险些根丢 好不容易跟上了伊藤诚 肆无忌惮地扫射着那些人 露出了男人原始的贪婪 老实说伊藤诚考不上植高 我看他高中都不见得能读完 从前我只是以为伊藤诚 随了柳如烟的自私自利 现在我看明白了 伊藤诚还随了柳如烟的色欲熏心 恶心真恶心 想到柳如烟将恶心的性病传给我 让我反复前往医院治疗受人笑话 我恨不得将昨夜吃的饭都吐出去 我已经决了劝伊藤诚走正途的想法 我也让女儿不要插手 伊藤诚柳如烟的任何事宜 女儿坚定表示 绝不干预他人人生 做圣母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可尽管我不去关注他们了 他们的事却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学校小地摊钱 总有走过路过的家长议论学校的些许八卦 说班主任去伊藤诚家里家访 想让柳如烟多管教下孩子 却被柳如烟给骂了一顿 又听说任客老师骂伊藤诚不中用 柳如烟立马跑到学校 将任客老师打了一顿 还说伊藤诚总是拿奶茶小零食 给搬上漂亮的小姑娘 直言不会要去旅馆 我听了觉得匪夷所思 还向女儿求证 女儿白了为言 说好的 不管这母子两个的事 你怎么还问呢 我恳求道 管肯定是不管的 但耐不住好奇啊 我听到的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女儿给我送上了一把瓜子 还给我端来了小板凳 她便将伊藤诚在学校的事 一五一时都告知给了我 班主任给伊藤诚家访的时候 几个任客老师也跟着 柳如烟对班主任出言不逊 惹恼了几个任客老师 当时班主任和任客老师 都忍着脾气没有发作 回头上课 体育老师看到了 伊藤诚聊女同学的裙子 体育老师没忍住教育了伊藤诚 说他继续这样日后一定不中用 伊藤诚就将这句辱骂记载了心里 回去告诉了柳如烟 那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相信伊藤诚未来能功成名就 对伊藤诚可以说是百亿百顺 一个月的零花钱竟然能有好几千 小小对柳如烟的称呼变成了 那个人毕竟妈妈两个字 他怎么都不可能再喊出口吗 伊藤诚不过是被老师说了一句 那个人就冲到学校去 说要给自己儿子讨回公道 要求老师当面给伊藤诚道歉 体育老师不愿妥协 两人就打起来了 先前被掀了裙子的女生家长 不知道怎么也找了过来 三个人打得不可开交 体育老师和女生家长站一边 便把柳如烟打得惨不忍睹 教室里都溅了血 还是警察来了 才给人劝分开 事情调查之后 警察判了伊藤诚有错在先 柳如烟动手在前 未过错方 让柳如烟赔偿体育老师 和女生家长医疗费 以及精神损失费 另外 那个女生家长的经济条件很不错 即便是被赔偿了医药费 和精神损失费 家长的气仍旧没咽下去 人家家长干脆将伊藤诚和柳如烟调查了一遍 将柳如烟因贪污被公司开除的事大肆宣扬 同时不忘将伊藤诚出入烟花像柳蒂的视频 和照片公布在了学校的官网上 伊藤诚的秘密被公开 同学们看待伊藤诚的眼神 不禁带起了歧视 些许厌恶他行为言语的女同学 带头孤立起他 班上 包括小小在内 都没有人愿意跟他多说一句话 班主任以及任客老师也不再多看他一眼 他坐在垃圾桶的旁边 到底是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坏学生 但人是会寂寞无聊的 他在班上没有朋友 他就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些流利流气的小混混 就成为了他结交的对象 上一世 柳如烟被已经成为精英的儿子 用扫把打出了门 他觉得儿子如此冷漠 是因为这些年 自己没给过伊藤诚生活费才导致的 这一世 柳如烟吸取教训 在金钱方面对伊藤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柳如烟买包包 伊藤诚买限定的手办 柳如烟找二十多岁帅气男模 伊藤诚就敢找脸蛋身材绝佳的高级服务 总之 柳如烟卖车的二十万 三个月就花完了 比上一世提前了十个月 柳如烟马不停蹄做起了卖房的准备 他在市场最好的时候出手 比上一世多卖了三十万 手拿巨资 柳如烟和伊藤诚的生活便越发的精彩起来 只是再多的钱 也不够这母子两个挥霍的 他们去了一艘名为蔚蓝圣言的邮轮 邮轮上狂欢七天七夜 两个人被帅哥美女环绕 潇洒又自在 他们又坐公务舱去了英文博物馆 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柳如烟还摆拍发朋友圈 和帅气的荷兰老外 邂逅后的浪漫的夜晚 若不是余额不足的提醒 这两人怕是要在金钱的俯视下 忘记自己的身份 一个下岗职工 一个被寄了大步的学生 没了钱 重新回到现实生活 竟然是无法融入了 伊藤诚向老师抗议 不要坐在垃圾桶旁边 他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座位 他申请了去国旗下讲话 想要推翻现在老师的统治 他觉得人不该被禁锢在学校 甚至号召同学跟他一起抢银行 拿着钱去更自由的国度 小小告诉我这些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 便没有再多的惋惜了 我只管做好当下的事业 为女儿存一套房子出来 为女儿日后可以有底气依靠 因为小小被保送清北 校长把我的地摊从学校门口 转移到了学校食堂 因为好吃便宜且干净 吸引了不少同学当我的老顾客 并且不少家长也要来食堂 尝一尝我的手艺 彼时 柳如烟和伊藤诚 已经将最后一点积蓄挥霍一空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我几次看到伊藤诚饿着肚子 在食堂徘徊 主动叫他过来 要给他打饭 他一脸横肉 看待我打饭盘子里的菜品 又是满目的嫌弃 你就给我吃这 我一愣肉断茄子 鱼香肉丝 小青菜 不是挺好的搭配呢 他冷哼了声 我要吃鲍鱼刺身 还有甜蝦奥笼 这种糠菜如果进了我的胃 全然是在侮辱我 我无奈道 小一 你只是一个学生 你想吃的那些东西 可以等你日后赚了大钱买来吃 现在你应该和其他同学一样 他不以为意 干脆将我端过来的菜盘子掀了 饭菜散落一地 铁制的餐盘在地上发出了叮当脆响 他瞪着我 我过来 只是想给你一个认我的机会 没想到你这么不知道把握 我一顿 他站起身 一米八的身高一百八的体重 竟然让我感受到了压迫感 接着 他对我伸出了手 给我钱 我要很多钱 我醋眉 他接着道 现在你好好听我的话 将我伺候好 未来等我成为社会精英 有你巴结我的时候 我惊了惊 险些以为他也重生了 只是他一脸冷冽道 妈妈是重生回来的 他告诉我以后我会有出息 会成为每个城市都真要的高薪人才 我只管现在开心快乐 过得舒服就行了 一小小就算考了第一名 就算拿到了保送资格又如何 未来也是被卖掉死掉 你能指望的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乖乖将钱交出来给我 否则等你老了 可别怪我不讲情练不管你 还有 一小小反正没未来了 你干脆让一小小将保送资格给我 为我日后功成名就助力 一生生的威胁钻入我的耳膜 我只觉得好像柳如烟是个蠢货 伊藤诚则是蠢货中的蠢货 柳如烟这一生到底是白白重生了 看看这个儿子被养成什么败类了 我冷笑了一生 看待伊藤诚的时候 也没了任何的情绪 是 你妈妈是重生来的 所以他要走了你的抚养权 还尽心竭力地讨你欢心 盼着日后能不能够回报他 可你妈妈并不知道 上一世你功成名就了 也没有善待一直抚养你的父亲 你年薪百万 却让我住在楼道 你挥霍无度 却舍不得给我交一宝 伊藤诚 你摸一摸自己的良心 你如果现在就年薪百万了 你会给我一分一离吗 或者会给你妈一分一离吗 哈 你不会 因为你就是那样的恶毒自私 但凡侵害了你的利益的人 在你眼里就该死 你将柳如烟的钱都挥霍完了 就想来打我的主意 我告诉你 没门 这饭 亏得你打翻了 你根本不配吃我的饭 伊藤诚气地吹胡子瞪眼 我说完 一眼都不想多看 这个满脸青春痘的肥胖子 只是转身之际 却是看到了站在不远处 一动不动的柳如烟 柳如烟显然听到了 我刚才的说的那番话 他连忙走到我面前 质问 你说你那么劳心劳力 为伊藤诚治腿 供他上学读书 最后他连一宝都不给你交 戳破了也好 免得这俩奴子 还做什么春秋大梦 我直言 不光没给我交一宝 我胃癌得要死了 他连只腾片也不愿意给我买 还让我赶紧找一辆豪车撞死 将赔偿京都留给他 这么歹毒的儿子 也就你当个宝贝 日夜好吃好喝的供着 你卖房卖车的钱 是不是都败光了 也想到我这来蹭吃蹭喝了 我指着地上的残根冷制道 吃吧 你好儿子赏给你吃的 柳如烟的身形一晃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 他茫然无措地望向伊藤诚 伊藤诚抿着唇响做些解释 柳如烟的眉头瞬间紧皱起来 一巴掌打在了伊藤诚的脸上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一耳光接着一耳光 是打又是踢 这些日子在伊藤诚身上受到的委屈 也终于有了发泄口 柳如烟毫不客气辱骂道 狗东西 你吃我的喝我的 花老娘的钱 老娘估计你未来能成气 总是让着你 现在才知道你压旧一白眼狼啊 等你成气了将我赶出家门 老娘还不如现在就打死你 如果柳如烟真的将伊藤诚打死就好了 可惜柳如烟还是胆子小 他怕坐牢 打人的时候手下留了情 他气哄哄回去的时候 嘴里脏污不断 可想而知 伊藤诚即便活着 也不太能有好日子过了 原本我以为 这母子俩会反目成仇 从此各自安好 倒是没想到 这两人年话 在我这里讨不到好 竟然打起了小小的主意 小小收到了明媚帅气男同学的情书 小小不是没有被班上同学追求过 但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习上 对班上同学并不感冒 但这一次 我明显感受到了不同 小小开始偶尔走神 会情不自禁提起 那个男同学的名字 还会将男同学 折叠的牵纸和带回家 摆放在床头 这些小女生的心思 我看在眼里 忧虑在心头 因为那个男同学 正是上一世哄骗了 小小去眠北的小混混 我不想小小会重蹈覆辙 开诚布公和小小谈了一次心 小小却说 爸爸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唐三的学习成绩虽然不好 但他有一颗赤诚的心 他阳光善良助人为乐 这些都是我看中的品质 是啊 不以分数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 可这个唐三 我是确切知道他就是坏人了 但我无法和小小解释重生 于是我问他 你喜欢唐三肯定不止这些优良品质对吧 你的很多同学也都善良阳光助人为乐 可以细说一下吗 爸爸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我真的从未见到过 与我如此合拍的人 他喜欢饭糕 他爱莫扎特 读狂人日记的时候 他能准确地点明我的想法 他和我一样喜欢香菜芹菜 不喜欢奶茶里的珍珠 不喜欢那些滑而不实的花朵 这似乎就是灵魂伴侣的意义吧 少女对爱情总是充满幻想的 可向来理智的小小 怎么会突然被异性吸引呢 唐三是真的和小小的喜好契合 还是有心人作祟呢 我始终抱着疑虑 尤其是看到唐三和伊藤城走得很近之后 我深觉这件事 可能和柳如燕伊藤城母子两位有关 我打着去看望柳如燕和儿子的幌子 去了他们的出租屋 与众心常说了些宽慰二人向前生活的话 我给他们打扫卫生 给他们做饭洗衣服 尽管他们并不欢迎我 但对免费保姆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一来二去 我进出这间房子也自由了许多 趁着他们不备 我直接在房间各个角落装了摄像头 于是真相大白了 唐三和伊藤城有勾结 是伊藤城将小小的喜好和偏爱故意告诉给唐三 让唐三精准拿捏住了小小 而他们的目的 不过是想将小小这样优质的宝宋生 卖去缅北成为他人的工具 这一切 我并没有遮掩地让小小知晓 小小得知一切 一方面觉得自己傻 另一方面对亲弟弟和亲生母亲的恶毒算计感到了恶寒 他抱着我 痛哭了一场 恨不得冲到伊藤城家里 将唐三的真面目拆穿 我则是制止道 不着急 拆穿他们的真面目并不会让坏人得到惩罚 我们不如将即救济 让他们自食恶果 小小一点疾通 立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唐三一如既往大胆追求着小小 为他弹吉他唱歌 为他站在文艺会演的舞台上献舞 还在篮球场上坦荡放出爱的表白 所有人都觉得这必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校园爱情 只有小小心里跟明镜一样 看着唐三表演 看着他自我感动 我已经保送了 马上就要去清北 我不想我爱的男孩去植高 好好学习可以吗 我当你的补课老师 课室费一个小时三百 只要你分数能够提高 我就答应你的表白 跟你去旅行 跟你去旅行 而这些钱将是我们毕业旅行的经费 小小这样对唐三说 唐三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但是他没钱 于是他只好去了柳如烟和伊藤成家里商讨这件事 说是商讨 其实是要钱去的 追女孩子 哪里有不花钱的 小小只收取客室费已经很好了 之前我谈的那些女朋友花钱都跟流水一样 小小是保送生 三百块一小时根本不贵 说真的 他给我讲课的时候 我真觉得自己也能和他一样上清北 不然这样 客室费给他 让他给咱们两个都不补课 到时候给他卖去棉北 咱们还能考个清北 唐三的算盘打得很小 说出来的话 也无懈可击 但三百块一小时的客室费谁掏呢 伊藤成和唐三很坏 但还没有傻到有机会上清北不去上的程度 伊藤成也有所动摇 所以他劝慰自己的母亲 您知道的 我未来一定会成为精英 等我成功 一定给妈妈找最英俊的男人结婚 把小小卖掉的所有钱 也都是妈妈的 妈妈 你快活了这两年多 只是赚钱给儿子补课而已 不然您这辈子是打算在这个出租房里住一辈子 等到你连两百块房租都掏不出来 被房东赶出去吗 柳如烟字牙咧嘴的 重生而来的人 现在才觉得懊悔 为什么上辈子没有记住中大奖的彩票号码 否则 也不至于活得比上辈子还要窝囊 他只能啃下伊藤成画的大饼 去流水线打工 吃尽苦头也不过一个月四五千块钱 四五千块钱 在小小这里也就十几个小时的客室费 钱不够 伊藤成和李就继续给柳如烟画饼 只要过了高三关头 您的好日子就来了 唐三就是您的干儿子 日后出息了 他也要孝顺您的 就是会了能够省上一笔钱 有熟人看到惨淡的他 棍上一嘴 柳如烟倒是坦荡回答 给儿子挣钱补课呢 我盼着两儿子考清北 成为商业精英 给我好日子过呢 别人笑他痴人做梦 他笑别人看不穿 唯有我和小小最清楚 伊藤成和唐三的水平 别说清北了 就是直高都难 一个连二元一次方程都难得解开 另一个则是无法认权26个字母 30多个小时的补习 二人去参加高考前的联考 一个考了250多分 另一个也只考250多分 虽然比从前的100多分进步了许多 但这个分数 依旧在道书几名站定着 我不知道小小给伊藤成和唐三 都说了些什么鼓励的鬼话 两个人确确实实有被鼓舞到 沉下心来打算冲刺一把 但当两个人抱着书本好好学习时 旁边总有些许不适的言语提醒了他们 完了几年 竟然妄图通过几个月的时间就考上大学 想屁呢 笑死 这两人要是能够上清北 那我过去三年的努力算什么 小小心善 不忍心这两个人自我放弃 他们倒好 给话当真了 他们回过外来 险些忘了接近小小的目的是为了贩卖小小到绵北赚钱的 我说你怎么回事 将人骗去个隐秘的地方迷晕了 直接就卖了 怎么就听小小的话好好学习去了 咱们这狗屎成绩 你真指望小小给你交成清北的苗子啊 做梦呢 疯了 我们竟然陪着小小玩了一个多月 简直浪费时间 小小骗走的万把快克时费 都够我去小巷子玩十次了 妈的 监控视频里面 伊藤诚声声咒骂 唐三的表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柳如烟觉得自己被耍 连续抽了伊藤诚数十个嘴巴子 最后 这三人一合计 干脆约小小下一次补课的时候 将人打晕了 直接卖掉 不可能允许我的女儿有任何的风险 于是我报了警 警方立马着手调查 且找了个年轻女警官装扮成小小的好朋友 给唐三和伊藤诚补课 实则是想将计就计 探入敌营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三个月后 案件水落石出 警方将那群贩卖人口的团伙一网打尽 唐三作为街头人 被判终身监禁 伊藤诚在运送女警官去船上的时候 建设起义 行为严重 被判死缓 柳如烟没有直接上手这件事 但作为知情不报的同伙 也被判十年 判决下来 小小也踏上了去青北的路 而我 也在小小的建议下离开了学校食堂 跟随小小的脚步去了大城市 有一个投资商很看好我做的小吃 他想投资我开连锁店 我积极对接 也尝试着一盏红土 小小说 爸爸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不用担心我 我已经成年了 已经不是那个小拖油瓶了 不用你无微不至的照顾 未来的路 我可以自己走 爸爸也要走好自己的路呀 你是爸爸 也是你自己 二十年后 柳如烟用自己打工十年的钱 为自己儿子申诉 让伊藤诚提前被释放 柳如烟要求伊藤诚负责自己后半生 伊藤诚则是翻脸不认人 霸占了柳如烟的出租屋 还逼迫柳如烟去捡垃圾卖废费品 柳如烟不愿意自己被伊藤诚压榨 二人经常吵架 甚至动手 但伊藤诚已经从柳如烟的阴影走出 常常把柳如烟做得鼻青脸肿 柳如烟后悔不已 你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是在骗我 你骗我将所有的钱拿出来捞你 结果你就这样对我 伊藤诚却说 鬼他妈知道你这个神经病 怎么就会认定我这个废物 能当社会精英 你看我有盯点社会精英的样子吗 小孩子都知道不好好学习以后 只能捡垃圾卖废费品 可你呢 在你最风光最有钱的时候 不带我走正路 天天带着我花天酒地 我小小年纪身体都伤成什么样了 走路都不稳 我还小不懂事 但你一个成年人 我的母亲怎么就业不懂呢 天天做什么春秋大梦 老东西 你捞我出来 就必须对我负责 我现在要娶老婆 你现在给我赚彩礼钱去 否则别怪我打死你 柳如烟始终不明白 他在前世明明是社会精英的 一腾成怎么就变成了暴力狂 他想逃 但一腾成在他身上放了追踪器 柳如烟无路可逃 如果柳如烟报警一腾成家暴 一腾成也只说是老人家得了精神病 警察如果不信 一腾成就会将柳如烟当初 说自己重生的那段视频 发出来给警察看 警察看完视频后 也表示柳如烟确实有点精神问题 柳如烟便只能在街边捡垃圾 讨饭 好好让儿子啃老了 直到 他看到了广告墙上贴着的小小的剧目广告 小小成了科学家 备受尊敬 国家奖励了他一套房子一辆车 柳如烟又起了坏心思 想让小小给他养老 但是他怎么可能进小小的身呢 小小所掌握的科技十分重要 日夜还有国家安排的保卫队 守护着他的安全 他便又想起了离婚多年的柳如烟我 我的连锁餐饮四处可见 他经常去我的饭店乞讨 员工看他可怜便会请他到店里吃饭 久而久之他飘了 他觉得我是他的前夫 我所有的财产也应该有他的一份 经常在员工店前对我出言不逊 且不管员工是否相信他是我的前妻 只管他这样一个对恩人毫不尊敬的态度 都不愿意让他进店吃饭 柳如烟在门店前面骂天骂地骂我骂小小 影响门店生意了 员工只好报警 几次下来 柳如烟也吃了苦头 便不敢再造次 他想联合伊藤城报复我和小小 伊藤城却说 要去你去吧 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再干 监狱里面的生活 太恶心了 柳如烟一咬牙一跺脚 还真就往我店里投毒 亏得店长每日都有查看监控的习惯 才没伤害客人用餐 但对于这么恶心的事情 我必然是要追究的 当即找了律师 给柳如烟送去了一纸诉讼 人证物证俱在 柳如烟被判死刑 他求我放过他 可当初他和伊藤城谁有放过我和小小的 柳如烟死后不久 伊藤城的死讯也传了出来 他因为腿脚不变 烧热水的时候滑了一跤 就此栽进了开水锅灶上 一命呜呼 小小宽慰我 弟弟他有如今的下场 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爸爸不要太伤心 我摇摇头 毕竟是我的孩子 不伤心是假的 只是我也明白 很多是我无法干预 不好自己的生活吧 不管生活有什么困苦 都要向前看 全文完